当你正想着是否该开始做某件事的时候,就已经错过了实际。 确切地说,人靠希望活着,除了希望,别无所有。 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,不足以谈人生。 不管有什么样的障碍,挫折和不可能,都要永不退缩,坚定不移,坚持不懈。 这正是强者和弱者的区别所在。 工作是医治人类一切完结和厄运的良药。 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盲目行动。 学会服从是管理的基本纪律。 你如果把你所尊敬的人告诉我,那我就能知道你的为人了。 理想存在于你自身,障碍亦存在于你自身。 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, 但我们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。 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, 接受已经发生的,改变可以改变的。 在人生中树立目标,并拥有它。 把上帝赋予你的如此强大的心智, 和肌肉的力量投入到你的工作中去。 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。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。 健康的人为察觉自己的健康, 只有病人才懂得健康。 虚荣是伪善的产物。 雄面誓言,沉默是尖。 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, 感情是人类思想的起源, 而决定人类身躯和存在的, 乃是人类无形的精神世界。 欢笑是以真诚和忧伤作为基础的, 正像彩虹要以凶猛的暴风雨作为基础一样。 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。 生命不止,奋斗不息。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, 不要着眼于远方虚无缥缈的事情, 而是要做好手边真实存在的事情。 任何一项劳动都是崇高的, 崇高的事业只有劳动。 与其未朦胧的未来而烦恼忧虑, 不如脚踏实地, 做好眼前的事。 你的生命充满力量和意义, 而不是空虚和纷长。 火药的真正用途是让所有人都涨高。 一件事如果值得做好, 就值得去做。 虚荣是伪善的产物。 世界上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, 那个无始无终。 无声无息和有年停止的东西, 叫做时间, 它像包容一切的无际海潮。 人们和整个宇宙好似漂泊海潮上的博物, 像幽灵那般时隐时现。 一个人首要责任是征服恐惧。 人们必须摆脱恐惧, 否则一事无成。 一个人不把恐惧踩在脚下, 那么, 他的行为就是奴性的, 不真实的。 而且是滑而不实的, 他的思想是虚伪的。 他所思所想也如同奴隶和懦夫。 总之, 要无所畏惧, 不论现在或将来。 一个人战胜畏惧的程度将决定他是怎样一个人。 凡是伟大的作品, 初看时必让人觉得不十分舒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报告。 因此此,